歡迎回來四星新聞的現場新聞繼續 看播後面的消息 要來看的是有一個高雷這段檢討 讓自己這段清水的效益 超過五百民眾參與中華東 將於是用電用水盒只要在七百月份 在這四百九月份的時候 這段檢討比率超過百分之五 以上的機會可以放到五萬塊的獎金 相關的華東內容 新聞繼續照顧著朋友再回來了解 每年的夏天六月九九月一天 是用電用水的高峰期 為了鼓勵市民向他們做人檢討 和其市場報告 特別基盤做零五百抽五萬金塞華東 歡迎市立七百月 甚至八九月用水度數 用電度數比九年冬季 做零信號十九百分之五以上 就能有機會抽到五萬塊的獎金 才算上報名還可以載到五百塊的獎金 總獎金五百五十萬 他在一百零二年七八月或者是八九月的 用電或用水的度數比去年同期 比節電率或者是節省率 節水率達到五百分之五以上 就可以參加這個競賽活動 那最高的獎金是五萬元 所以要參加的民眾 只要在十月三十一號之前 田朵報名表採用郵寄的方式報名 或者是採線上報名的方式都可以 讓我們會來為大家抽出這個活動的得獎者 這場未分的節水也就是節電 只要有一項大家比今年冬季 減少百分之五也就是百分之五以上 就能力氣參加五湯測過 這場活動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節電 一個是節水 所以就是說您只要是節電有達成 或者是節水的話就可以參加兩場次的活動 那只要檢據你們的帳單 可能如果是民眾是用線上報名的方式 那就可以用電子帳單上傳 減負相關的佐證資料 就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省電專家表示 最長時間使用的電器用品 最好可以使用電視器來友好調整 那麼使用時間最長的設備 它的耗電一定是最高 那麼我們對這些的設備要特別注意 我們在這邊我們可以設定它的時間 設定幾點開幾點關 那麼我們這一台飲水機 就會按照設定的時間 定時的而且準確的送電斷電 另外水準的加上節水貼品 就能夠百分之二十的生水效業 更易搭配節水、炒爐 以及將水回收再修容 生水效業可以破百分之三十 環博球交理做費 這點檢討愛地球 西京新聞 臭屏東、家紀七、彩虹播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